我们决斗吧 其实我们今天要玩的是一个斗蛋的游戏 因为在立夏的时候呢 一直以来我们民间都有这样一个斗蛋的习俗 立夏的前一天晚上 家长们呢会煮好鸡蛋化成彩蛋 然后第二天小朋友们就可以拿着鸡蛋蛋头碰蛋头 蛋尾碰蛋尾 谁先把对方的蛋磕碎了就算赢 这个西书呢 它其实来源了很早 馆子这一书就曾经记载过 雕刻鸡蛋 然后染上颜色 为的是发肌肠散万物 就是这个时候做这个仪式 它是有说头的 它有个谚语说立夏挂蛋 胸挂蛋 孩子不住下 就是祈求孩子能够在夏季啊 能够健康成长 在这个时候 在斗蛋的时候也代表了说 我是更健壮的 是吧 那么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踩头 然后呢大家就会 心里头就会 更加的一种幸福 有一种满足感 就是立夏它这个节气啊 它是一个节点 表示呢 夏天的开始 所以呢我们过去呢 不光是民间和这个官方 都会有比较有一些迎下仪式 我们有皇帝啊 周天子啊 率领这个文武百官 然后到郊区 那么主要目的是要表达对 私下之神 就是的敬意 同时呢也是 祈求这个夏凉的丰收 另外一个呢 他在做这些迎下仪式的同时 他也会指令 这个司徒官吧 到各地去劝客抓紧跟着 所以这个是天子 就是劝客农耕的一个方式 夏天的时候啊 因为热啊 不适啊 身体不适啊 冰冰洋洋的那种感觉 吃也吃不下 撑人就是因为苦夏 他其实就是从立夏撑人 立秋撑人 然后两个季节撑人的一比 看看这夏天呢 就是人呢是瘦了 没瘦了 那么如果没瘦了 就特高兴过去呢 是怕瘦 而希望胖 以胖为美 以胖为富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呢 是这么一个习俗 还有立夏长星 因为立夏的到来啊 他那个新鲜的果树啊 然后作物啊 就是陆陆续续的成熟了 那么所以呢 他就会各地都会立夏见三星 然后我们在这个祭祀上呢 他有一种仪式 就新下来的这一些物产 来晋神祭祖 来祭祀祖先 这也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个部分 各个地方呢 因为根据 因为咱们地域比较大 大致是说三种新产的东西来做代表 那么各地方呢 有各有不同 就比如说这个南京除了樱桃啊 青梅啊 他还有一种食鱼 那么无锡呢 禅三星呢 他又更多了 他又分地三星 树三星 然后水三星 其实还是反映了 就是到了夏天了 所以呢 物产呢 逐渐丰富起来了 我们可以就是品尝这个心 来感受 就是要丰收的喜悦 收获得来这种喜悦